那这年妈妈不让买的文具 指尖陀螺笔 一直很羡慕会转笔的同学 觉得非常酷 可是自己怎么都学不会 但自从买了这支陀螺笔之后 转笔根本停不下 写作业作题做累了的时候 转一转超级紧啊 笔的尾部还有一个LED灯 就算停电 我也能照样把作业完成 我还发现它有一个隐藏功能 当最难的数学选择题 不会做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来帮你做抉择 OK就递了 烙饼笔带 让我妈要了15块钱去买笔带 回家之后妈妈差点没有拿出打狗棒 她非常生气的问我文具在哪 你今天是皮痒痒了是吗 让你去买文具 你又去买烧饼 吓得我赶紧把烙饼打开给她看 里面呢只能卷笔 不能卷生菜鸡蛋和香肠 不知道为啥 我在用这个笔带的时候 总有想啃一口的欲望 迷你笔记本 每次问我妈要钱买本子的时候 我妈就会说我 一天到晚就知道买本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你把一个本子完完整整用完过 所以这一次我买的是 超级迷你小本子 这样的话不用一个月 我就能用完一本 而且它超级迷你 还没有手长大 看着就很可爱 点进圆珠笔 这个圆珠笔我超级喜欢 不管是上课还是做作业 我都喜欢带着它 但是我妈就不开心了 看着我带着一个镜框 拿着一本作业本 以为我在骗她写作业 没有办法 为了证明我真的是在学习 我只能把镜框取下来 然后把笔抽出来 笔确实是笔 正不正经就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带到学校老师会不会没收 炸鸡像鸡 这全家庭里面炸鸡也太多了 这是炸鸡翅 炸鸡腿 还有炸鸡翅中 焦香成黄 看一眼就想流口水 写作业的时候把我缠到不行 再配上我的烧饼笔带 简直就是王榨组合 比肯德基里面卖的鸡肉卷 看着好吃多了 花边剪刀 但我把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剪刀带回家时 我就知道家里有一个鸡毛胆子在等着我 我妈妈直骂我是大冤重 说家里剪刀这么多 你还买这么多吧 而且你买的剪刀 剪的卷鞭 缺的缺口子 你是不是傻 我只能跟我妈妈说 这些剪刀根本不是来剪东西的 而是来修饰花边的 可以剪出各种好看的小花边 这形状还特别可爱 我妈剔完直摇头 如果你以后再买这些不务正业的文具 小心你的屁股开花 这些文具你用过哪样